今天到帕山来换一个口味吃一家披萨 天天吃泰国菜还是有点利用 这是帕山五项 现在看着还挺热的 可能就设价吧 设不设价 看着像 接下来三百多 果然这家生意不错 现在怕山到老外接下来那么多 以前看着风荡荡的 现在真的是 果然是忘记 这还是中午 下午两点就破了饭店 我终于吃到英国的国菜了 炸鱼炸薯条 英国的国菜 这一份是270泰鱼 不过分量确实很大 这是我的拳头 你看它那个巨大的鱼排 还可以 另外点了一个沙拉 中间这个是起司 吃了点的 番茄 这种叶子 叫做什么 小生肠 还不定 有点面包 这个起司 加蔬菜还是挺不错的 多少钱 这个披萨太巨大了 这个是夏威夷披萨 原价是350 这个是夏威夷披萨 早上起来看见格兰岛 今天天气好像还可以 泰国人太厉害了 这次幼儿园的活动 改成了一个夜市 这些活动项目都是老师自己搞的 这次要花很多公司 所以泰国的老师真的是不简单 太辛苦了 主行慈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不舍 因为这也是我们小孩 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他们学校活动 因为下一次再来 他们的同学都毕业了读小学了 因为小孩都在学摆夜市啊 看来泰国的夜市之所以摆的那么好 是因为从小都在学习 幼儿园都会摆了 买了一个它外面是杂的东西 里面是冰淇淋 这个29泰铢 你这个饮料啊 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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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冰 很难挂 然后冰淇淋 这个也是10块钱 好 你看同学这么小都在摆摊啊 这就是泰国学校的午餐 意大利面 然后配两片水果 今天本来说去吃一个船店啊 但是到了以后 因为礼拜一这个关门了 然后马上又另外找了一下 这是它的菜单 居然还有翻译的中文 我们要了一个那个 澳大利亚河流流肉 它这是干的 这一碗是猪肉啊 这一碗是猪肉啊 猪肉是我说 然后这个猪肉 但是这个分量确实 就这么多了 但是泰国的那个面条 它为什么都是这么少 那个量 我就觉得塞牙缝啊 牙缝塞了 我已经没头 我已经没头 这上了一份纯牛肉啊 有牛肉丸 牛筋 可能各种混合吧 239 哦还是有粉条啊 没有啊 下面没有粉条 诶 还没有 还是有粉条 接账了 就这一家 413 另外要两杯饮料 加了一个确实一点 现在物价确实贵啊 相当于真的是塞了个牙缝 还要去其他地方吃饭啊 不然肚子里面就像没吃一样 所以现在泰国的物价真的还是有点高 现在到银行来把那个手机银行处理一下了 搞了很久 这个东西降价了 以前卖199 现在卖99 但是接账的时候还算199啊 所以说这就是泰国啊 他经常促销价 他要在那个结账的时候他执行不了 然后又过去拍张照片 对啊 看到特价以后要拍下来 实际上我以前 就说看见特价 结账还是让原价算 后来也没去找他了 刚才用支付宝支付的 后来算了一下 现在支付宝的汇率是 4.96 现在还是不到 现在看官方汇率已经到了一笔不 最佳榴莲价格还可以啊 229算便宜的 现在吃榴莲 今天过来又来吃这个烤鸡啊 我们叫他大来烤鸡 以前我还专门来拍过他的老板 朗德库是张雨琪 他一般不会亲自出来接待的 我上次都是约了很久 现在早就过了半点了 声音还是不错 就这里吧 这就是菜单啊 连菜单都不准直视 更不要说真人了 我们点了一份那种猪肉 一百泰铢 因为他其他的菜基本上都是辣的 他这种是太北菜非常非常之辣 全是辣的全是辣的 他另外不辣的你看这些 要不就是生的要不就是辣的 比四川菜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四川的都受不了啊在这里吃饭的 但他有一个特色菜就是什么呢 烤鸡 烤鸡 这个烤鸡 整只是220 半只140 点了一个整只 一整只烤鸡 他这家确实烤鸡还不错 这个烤鸡 这个烤猪肉也上来了 第一天到晚再说要吃猪肉烤鸡 这个就是猪肉烤鸡 这个就是猪肉烤鸡 这个是猪肉 这个是烤鸡 也不知道他听幼儿园谁讲啊 猪肉烤鸡最好吃 把一个椰子冰淇淋试一下 这个是猪肉烤鸡 这个是猪肉烤鸡 不要这个 太甜了这个 这个 这家这么活是有道理的 你看389 一家人吃饱 刚开始吃那个什么粉 吃到400多 就塞了个牙缝 在泰国吃东西 还是要 还是要看去哪里吃 现在四点钟嘛 生意那么好的 到那个洗衣店的洗衣服啊 看一下这边洗衣服的价格 9公斤的四十泰鸡 9公斤的四十泰鸡 这边是把它烘干的 现在在这里人洗衣服了 现在泰国为什么那么贵啊 就是因为来的人太多了 现在中国人也多 老外也多 为什么老外这么喜欢泰国啊 刚好这两天有一位 移民芬兰的中国女士啊 她在跟我聊天 她说看你回泰国状态就回来了 跟她一样啊 她就是 就喜欢泰国啊 离开了泰国 在其他国家生活 就像死了一样 这是对泰国的重度 爱好人士 她有三个小孩啊 老二就是在泰国出生的 要知道 泰国没有落地国籍 这一说啊 她在芬兰生小孩是免费的 她在泰国生小孩完全自费 那为什么还在泰国生小孩啊 她说就是不想走啊 来了就不想走 她明知道泰国没有落地国籍 她说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早被 欧美老外挤爆了 那芬兰的福利这么好 为什么她还想离开芬兰到泰国来啊 她主要是觉得芬兰 人工业国太不了了 形同坐牢了 一天都待不下去啊 甚至提到芬兰两个字 她就感到恶心 她说在芬兰很多人跟她一样啊 都是靠泰国来续命啊 每年一有机会 都赶快到泰国来 待两个月 实在不行了再回去挣钱 啊 泰国道理好在什么地方 就说你只要到发达工业国来 生活过几年了 你就能深深体会到泰国的好 那意思啊 主要就是在泰国生活更有意义嘛 不像 欧美国家生活那么无聊 特别是对她那种社交达人啊 呃 这种需求 对社交需求很大的人来说更是神奇 她说实际上中国有同样的啊 这种好处 但是中国跟泰国相比的话 虽然有社交社交很丰富啊 但是缺乏那种开放程度 那种国际化啊 所以对她那种 走国际路线的人来说 觉得很难受啊 所以说她还是只能来泰国 像我们一般中国人 特别是像我啊 吐槽泰国的几个点 对她来说都不存在啊 比如说我说泰国现在物价挺贵啊 她说现在西方国家的物价整体翻了一倍啊 并且还是在以前物价已经很高的情况下 再翻了一倍 所以对她们来说啊 泰国是相当的便宜啊 另外的话 因为对于我们有小孩的家庭来说 泰国的教育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啊 但是她的观念也是完全不一样 她说啊 不怕小孩以后去送外卖 怕就怕啊 供她读了研究生啊 读了博士以后还是去送外卖啊 所以她觉得对小孩的教育 就应该顺其自然 她准备把三个小孩带到泰国来啊 甚至连学校都不当他们上 就有空的时候 有兴趣的时候自己教一教啊 任他们自由发展 所以今天啊 就把这一段故事给大家分享啊 大家觉得 有没有道理啊 就是 为什么西方人 对泰国这么趋之若鹜啊 好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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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